大家好,我是灰绿证券全球市场部的交易员樊彦琳 今天我们市场观察的主题是通货膨胀与黄金 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在谈论黄金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前 让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以美元作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协定 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挂钩以及固定汇率的制度 该体系为结束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 和快速恢复各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也促进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构建 并由这两大机构进行运作和运营 为了促进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 这两大机构固定了黄金的价格为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 但是该体系也存在着很多弊端 使得美元危机多次爆发 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 自此美元与黄金价格脱钩 黄金价格开始自由浮动 外汇市场自由波动 因此黄金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可参考的历史 也是从1970年开始 第一个阶段是1970到1980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大幅贬值 随之而来的是极其严重上涨的通货膨胀率 年平均为5%到6% 其中最高超过13% 而同时期的黄金价格也非常可观 它一路上涨 从最初期的37美元涨到最高超过672美元 可见黄金作为对抗通货膨胀的其中一个工具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手段 上世纪80年代后 随着美国通胀率的下滑 从13%到平均4% 下滑幅度为8%到9% 在同时期 黄金价格也随着通胀率的下滑而下滑 但下滑幅度仅为4%左右 由此可见 通货膨胀下滑 再加上通缩的恶劣情况下 黄金更明显突出为 是个非常重要的保值投资手段 到了1990年 美国的通胀率继续小幅下跌 黄金的价格也在相应的小幅下滑 但在这一时期 黄金其实并不是个很好的投资手段 我们能在1998年到2000年左右察觉到 虽然通胀率逐渐上升 但黄金的价格却没有随之而上 它相反地呈现出了略微下跌的趋势 与通胀呈现出了负相关的关系 来到新世纪2000年后 黄金的价格开始持续上升 即使2005年到2007年 通胀率略微下跌的情况下 黄金价格也是节节攀升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经济甚至出现了通缩的状况 此时 在市场极度恐慌的情绪之下 黄金价格与通胀率出现了脱钩现象 也将黄金保值增值的特点 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2010年到此刻 黄金与通胀率之间呈现出了正相关的形态 通胀率上升时 黄金的价格也相应上升 通胀率下滑时 黄金价格也随之下滑 此时我们能从中做个小节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 到黄金价格自由浮动开始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黄金价格都与通货膨胀正相关 即使是在通货膨胀率脱钩的情况下 整体来说 黄金的表现明显比通货膨胀好 由此可见 黄金的确是投资组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回顾去年到今年的市场情况 不难发现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 和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措施 黄金价格首次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 而今年以来 整体价格仍然处于下跌状态 虽然投资者们对通货膨胀还是有些担忧 但是以往黄金 历来是对抗通胀有效的其中一种工具 本月初8月6号 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了强于预期的结果 大大提振了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 重新点燃了美联储将提早缩减购债规模的预期 这使得黄金价格大幅下滑 跌幅超过2.28% 而在8月12日 受到通胀数据提振后 黄金价格又开始连续上涨 黄金未来的利多关注点主要有以下 首先 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以及连续下挫 7月会议记录显示 一些委员也表示 让美国人民重返工作岗位需要时间 美联储也需要保持耐心 其次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的快速蔓延 对全球经济复苏再次构成危险 再加上美国零售销售数据令人失望 市场再次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 第三 美国七月房屋开工降幅超预期 美国七月房屋开工下降7% 年率为153.4万户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8月NAHB房屋市场指数跌至2020年 7月以来最低 由于材料成本和房价上涨 导致房屋需求降温 另外 在特斯拉等一些知名公司转向比特币与寻求 投资多元化之际 也有知名公司转向黄金投资 Palantir在最新财报中披露 该公司8月份购买了5000万美元的金条 Palantir还将接受黄金作为支付形式 公司这种将现金列入避险资产中的做法 凸显出其正在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 和政府应对措施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 利空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7月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基本同意 今年可以开始缩减购债规模 且美联储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攀升至 创纪录的1.116万亿美元 通过隔夜逆回购 货币市场基金等对手方 能将其现金存放在美联储 另外 SPDR黄金持仓量减少 截止8月18日 全球最大的黄金ETF SPDR GoldTrust黄金持仓量 1015.1吨 和上亿交易日比较 以减少2.04吨 接下来是列举的一些 与黄金相关的股票及ETF 如果您有兴趣 可通过我们的Poems平台搜索中了解详情 以上就是本期的汇立市场观察 一定要记得喜欢和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 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